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若 1966年5月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文革 那順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這種貝類生物也叫做文革 不過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因為文革長達10年的關係 所以又被稱為十年動亂 文革的始末可以說是非常的複雜 並不是幾支影片就可以輕易交差的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就先簡單的讓大家了解一下 文化大革命是怎麼開始的 那首先各位要先一個簡單的概念 文革其實就是1949年中共建國後 毛澤東為了修正自己日後十幾年來 所犯下一連串錯誤的決策 所推出的終極大絕招 毛澤東是一個口才一流 野心極大的共產主義狂人分子 有點類似瘋狂傳教士的感覺 他這輩子幾乎都在想 如何才能把共產主義給發揚光大 只可惜他這個人太過執著 再加上有嚴重的被害妄想症 所以在他55歲建國 好不容易才有實權的時候 他會特別害怕有人去推翻他 因為對共產黨來說 他們最重視的是權力以及武裝 再來是自己人也就是黨員的利益 最後才是人民 所以在建國初期毛澤東下了很多命令 大量的圍剿剩餘的國民黨黨員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畢竟為了要鞏固政權嘛 我怎麼可能讓國民黨有翻身的機會呢 我剛剛有講過了 毛澤東這個人有嚴重的被害妄想症 他認為不是只有國民黨才有機率去推翻他 而是任何人都有可能 所以他要想辦法杜絕這個機會 於是在1951年年底 推出了一個叫做三反五反的運動 這個三反就是反貪污 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 而五反則是反行賄 反逃漏稅 反偷工減料 反盜撇國家財產 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 表面上是希望底下的黨員和人民 能夠乖乖地把錢上繳給國家 不要私底下搞一些小動作 聽起來是個不錯的政策 但實際上則是希望能斬斷所有資本主義的路線 讓這個國家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也就是不希望你太有錢 尤其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共產黨員或平民 因為一旦你有錢又跟我意見不合 你就有可能招兵買馬 到時候時機一成熟 或許有一天你會將我一軍 所以當時這個運動一推出 就有很多資本家和有錢人陸續遭到迫害 有的被消失有的乾脆自我了結 到了1953年的時候 毛澤東認為時機慢慢成熟了 因為不論是剩餘的國民黨黨員 還是威脅到他的資本家都處理好了 於是就開始實施所謂的三大改造 也就是農業改造 手工業改造 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 用白話文來說 就是把原本私營的企業給公有化 其實這本來就是共產主義思想的一部分 因為支持共產主義的人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會亂 貧富差距會那麼懸殊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想發大財 比如說我這個製造商 原本我一個月賣出500個產品就已經有賺錢了 但人總是貪心的 所以我當然會想辦法賣出600個 或是更高的數量 那如果所有的老闆都這麼想 你也多生產一點 我也多生產一點 他也多生產一點 那麼就會造成市場功過於求 導致價格暴跌 到最後誰都沒好處 所以共產主義認為 如果能把所有的生產力都給公有化 比如說這個產品 每個月的需求只有500個 那國家就會規定你生產500個就好 這樣就不會造成價格波動 聽起來相當合理 不過這個做法卻沒辦法改變人的貪念 各位可以想想看 當今天國家要求我的工廠 每個月只能生產500個產品 因為國家最多只會付給我那麼多錢的時候 那麼這個老闆會不會為了多賺一點錢 所以表面上只生產500個 但實際上卻搞出600個出來 然後再把多出來那100個 偷偷用低價的方式流出市面上賣呢 這個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而且絕對不會只有一個老闆這麼想 所以共產主義這種均富或是均貧的概念 只能改變表面而非實際情況 說穿的就是治標不治本 而底下的人民其實都知道 也慢慢出現了反對的聲音 而毛澤東是一個沒辦法忍受外界批評聲音的人 尤其是批評他的決策或是共產主義 那其實共產黨的老大也就是蘇共 他們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因為蘇聯在1922年就建國了 所以毛澤東現在正在搞的那些共產招數 史達林早就搞過了 而事實就是蘇聯的GDP在20年之內大幅下跌了30% 所以1953年史達林過世的時候 心上熱的赫魯雪夫就決定讓蘇聯不要那麼的共產 還打算修法搞個去史達林化 所以中國那個時候很慘了 因為美國本來就提倡資本主義 而蘇聯的領導人赫魯雪夫的理念又跟毛澤東不對盤 所以到了1956年中蘇才開始交惡 西方國家也因為美國的關係而不敢去援助中國 不過毛澤東這個人也很可愛 因為他從不認為自己有錯 堅持還是要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但底下很多人民反對怎麼辦呢 於是到了1957年的時候 毛澤東就搞了一個反右運動 這個右指的就是右派 也就是不認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 在這邊有一點要注意喔 所謂的不認同並不是指你公開反對社會主義喔 而是你只要對社會主義有一丁點的意見 或是小小的讚美資本主義 那麼你就會變成國家的公敵 變成該死的右派分子 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假設我今天是個狂熱的共產黨員 就算共產黨派個西瓜出來當官 我都公開支持 但是我只要說一句 毛主席金的髮型好像有點亂 那完蛋了我馬上就變成右派分子 或者雖然你支持共產主義 但你覺得搞個集中營好像不是很人道 那麼你也會被當成是右派分子 那甚至假設你有到台灣旅遊 然後回國後你跟大陸的朋友說 我覺得台灣還蠻漂亮的 那麼你也會被認定為右派分子 大概就是那麼誇張 也就是社會上只能有一種聲音 就是毛主席的聲音 那鞏固完政權之後 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了三項舉世無雙的政策 也就是超英趕美、人民公社和大躍進 所謂的超英趕美就是希望中國的鋼鐵產量 要在15年內超英還有50年內趕美 但當時的中國由於鐵礦不足 加上政府又在鼓吹全民運動 所以導致好多農民不跟鐵的 全部跑去山上採礦 或是只要家裡有人有什麼鍋碗瓢盆是鐵做的 全部都捐出去給國家 不過當時由於中國的技術落後 生產出來的鋼有太多雜質 所以絕大部分都變成沒有用的廢鐵 造成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損失 那第二個政策就是人民公社 坦白一點就是消滅農民的私有制度 所有的農民都必須把家裡所有的糧食以及財產 交到人民公社裡面 請記住是所有的財產喔 包含你家裡的桌子、椅子、家畜、糧食、錢財等等 有些房子比較漂亮的也被拿去充公 你不想交就打到你交出來為止 然後再跟別人說你是自願的 接著再由地方官員拿走他們認為該上繳給中央的 剩下再平均分配給底下的人 並且還規定所有的農民一天必須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一個月至少要上28天班 同時還打出一個口號叫做吃飯不用錢 因為所有人都要集中在人民食堂用餐 而且是按斤寸兩 每個人能分配到的犯害菜就是那麼多 你也沒辦法抱怨 因為那就是毛主席要的共產路線 至於第三個政策就是大躍進 因為政府希望各省之間可以互相比賽 看哪個省份可以創造出最多的產量 包括稻米、小麥還有家禽等等 而每個地方官員都希望自己能拿到第一名 沒辦法為了要升官嘛 於是各地就開始吹起了一股浮誇風 比如說這個省明明就只有八千頭羊 可是省場夏天要增產怎麼辦呢 於是底下各縣市就開始浮爆 比如說我這個牧場本來只有三百頭羊 既然上面要我有交代 那下個月我就報說已經增產到三百五十頭好了 至於農地也是這樣 明明一個月的產量就只有一千斤 但上級硬是要我翻倍怎麼辦 那就下個月爆兩千斤啊不然還能怎麼辦 所以當時搞到什麼地步 搞到各省城報上去的數字 算一算可以讓全中國人吃個十幾年都吃不完 所以這樣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狀況 比如說我這個村莊一個月需要吃掉一百斤的稻米 那假設原本我的月產量是一百五十斤 那是不是可以留下一百斤 然後把多出來的五十斤上繳給中央 但是因為大家都在浮爆 所以虛構出來的數字也要上繳 最後搞到中央認為你有飯吃 但實際上你只能吃樹皮 那以上這三項政策就是造成 1959年三連大饑荒的最主要原因 至於那幾年餓死了多少人 有國外的學者研究後 說那幾年餓死了2500到4000多萬人 但中國官方卻說只有200萬人 而且把責任都歸咎於是自然災害 才導致了大規模的農損 所以說毛澤東這個人很妙 他不斷地要用共產的理念來治國 卻一直失敗卻又不肯承認錯誤 甚至不准別人來批判他 於是他後來想到一個終極的絕招 就是把自己給神割化 因為一旦把自己變成了神 那麼不論他做什麼蠢事 人民都會挺他 就像那些虔誠的基督徒一樣 哪怕上帝殺死了千千萬萬的人 但只要講一句 上帝殺的都是壞人 最後再補上一句神愛世人 那麼他馬上就可以被原諒 於是偉大的毛主席 開始對所有的中國百姓 利用各種媒體、課本和文宣等 開始所謂的造神運動 目的就是為了把那些 當初認為他政策失敗的那些人 給全部剷除 所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 而什麼樣的人會認為毛澤東的政策是失敗的呢 你答對了 就是不容易被洗腦的正常人 所以文革說穿的 就是讓一群被洗腦的神經病 去破壞正常人的一種活動 只不過場面到最後有點失控 那文革就在1966年5月16日 也就是516通之後正式開始 以反蘇修反美帝、破四舊立四星 還有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等30多種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簡單來說就是先把人民給洗腦 然後灌輸他們兩個觀念 第一個觀念 毛主席是至高無上的神 他的話就是聖職 第二個觀念 好人有資格可以剷除任何壞人 但這邊有個重點 我們一般所謂的壞人是指偷牆、拐騙、奸營、掠掠等行為 但文革時期的壞人則是指剛剛講的那些三反五反和右派人士 還有地主、富農、知識分子等 而好人則是指沒有錢的工人、農民、學生和革命軍人 而且不看階級、不看輩分 打破一切傳統迷信、打破家庭倫理道德觀念、打破舊有的中華文化 所以兒子可以批鬥老爸老媽、學生可以批鬥老師、員工可以批鬥老闆 重點是這些還是被政府所允許的 不要說中國了 就連那些先進的歐美國家 你認為如果政府現在頒布的這種命令 整個國家能不亂嗎? 你要想學生平常在學校是要聽老師的話 看到老師是要鞠躬的 忽然你有那個權力可以辱罵老師 你不會想罵罵看嗎? 各位要知道罵人罵久了是會上癮的 所以你會從罵你班上的老師 變成罵隔壁班的老師 再更進一步去罵別校的老師 反正我只要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批鬥你 所以在文科實習批鬥的理由有千千萬萬種 比如說你手上有佛珠 批鬥你 你名字裡有個國民黨的名字 批鬥你 你在沙桌的時候把毛給拔掉 竟然敢拔毛 批鬥你 你有親戚在國外 一定跟外國勢力有勾結 批鬥你 雖然現在聽起來像玩笑 但如果你是當時的正常人 你也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被一群神經病批鬥 最後被消失或是自我了結 第二假裝自己也是神經病一起批鬥別人 就好比現在台灣如果忽然把基督教立為國教 並允許基督徒可以破壞無神論者 那麼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堅定的無神論者 都會瞬間變成淺誠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不可以去嘲笑當時文革的那些中國人 說他們很蠢很無腦之內的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的 我們也要理解為什麼那些在大陸的歷史資料 雖然你搜尋得到 但很多文章和影片都是被閹割過的 因為毛澤東畢竟還是中國的開國元老 總不能告訴中國大陸的人民 說我們的國父其實是個智障吧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 10月6日文革正式結束 也終止了長達10年的鬧劇 光這這10年來所被破壞的 名畫、文物、古董、古蹟、祖譜、教堂、廟宇和墳墓等 數量多到完全無法估算 各地的大屠殺還有實際的死傷人數 至今也還是一個謎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友善的提醒一下大陸同胞 不要再說49年蔣東正把一堆國寶搬去台灣了好嗎 因為就算他沒搬走那些國寶應該也會毀在文革時期 所以我覺得中國非常的可惜 因為他們從1949年建國開始 到1976年文革結束整整浪費了27年的時間 民主跟共產本來就各有優缺點 沒有完美的體制 但民主國家靠的不是只有領導人 還必須要有人民的監督和配合 而一個獨裁的國家要強盛 靠的則是領導人的決策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 一個好的領導人是要能接受外界的批評以及嘲諷 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從來不向人民道歉 還把習維尼變成一個禁詞 因為有時候人民要的 其實就只是一個真相而已 這次任何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偶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偶碎碎唸 我們下次